因為這隻大王巨竹蟲聽說是因為外表已經毀損了 比較沒有標本價值 所以就忍痛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主要是他另外還有一些 算是大王巨竹蟲的近親 那叫做道士巨竹蟲 聽說道士巨竹蟲蠻多的 一顆好像可以吃到兩三處 那今天晚上呢有一個聚會是要去吃 所謂的海中魚絲 那就是其實有很多人也喜歡的 叫做大王巨竹蟲的一個東西 那因為這個發起人呢 有在抓這個東西去給人家做標本啊之類的 那因為這隻大王巨竹蟲呢 聽說是因為外表已經毀損了 比較沒有標本價值 所以就忍痛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去品嘗看看這個東西到底好不好吃 那主要是他另外還有一些 算是大王巨竹蟲的近親 那叫做道士巨竹蟲 那他是次量第二大的 那大王巨竹蟲最大差不多都是30到40公分 那聽說道士巨竹蟲蠻多的 一個人好像可以吃到兩三隻 輸桂樓 他看不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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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